2017 台灣加油 2017年第一個開工日 民進黨中央大陣仗 早期北台灣的發言人 回顧鷹派政府半年政績 不過談正事前 先宣布兩位升立軍 現職是我們民主學院的主任 吳佩毅 水旺旺的大眼 甜美笑容 外型口調兼具 今年還不到30歲的吳佩毅 是現任台灣民主學院主任 曾在2014年推動民主小草 鼓勵青年參選里長 同時還組監票大聯盟 成績亮眼受到高層肯定 是黨內重點栽培對象 這時間的發言人就被認為 將來可能挑戰藍營鐵票區新店 2016年我們才整個黨 才剛大完一場大選 大選之後我們說 其實整個黨上下都是在 投入整個執政的工作 我現階段最主要的任務 就還是協助我們的政黨 你去跟那個誰 對 我們的新聞部的人 跟他 跟志豪商量 好 謝謝 拉著小英評評說謝謝 擺脫媒體追問 這是另外一位新發言人 有謝謝哥封號的張志豪 從蔡英文2010年選新北市長 就跟在身邊 之後選戰更是無意不予 小英的貼身秘書 擔任幕僚工作多時 現在出面為黨辯護 也被視為鷹派提前布局中和 為2018選舉暖身 對於年輕人來說 其實有更深層的 黨務理念的機會 其實是非常好的 對 那至於2018 現在講得太早 新年輕生冒出頭 民進黨立拱新生代 5加2的發言群史上最多人 2018議員選舉刺客群 準備成軍 記者張良浩 黃明君 SNG小組 台北報導 12月28日起 中天綜合台 黃金九點 讓愛飛揚